佛法之逆二 朗读者有宗法师 佛佛道童 光光无碍 我出家以来 主持过的药师法会 与弥陀佛妻法会 不计其数 对欧弥陀佛与药师佛 很有感情 在主持法会当中 有不少参与的信徒问我 我们一下子打 佛妻念佛 拜西方欧弥陀佛 一下子举行药师法会 拜东方药师佛 会不会有所冲突 会不会让东方西方的佛菩萨 忙不过来呢 其实 佛佛道童 东西只是以人的思维习惯 佛的光明 无数无量无边 光光无碍 你拜哪一尊佛 乘念哪一尊佛的名号 只要契合佛的慈悲 心意相通 感应道交 念一方佛 即念十方佛 普门品说 因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所以 要是佛 阿弥陀佛 何尝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要是经说 若有大众能受持八分灾戒 以此善根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受佛所 听闻正法 而未定者 若闻 是尊 要是流离光如来 名号 灵命忠实 有八大菩萨 趁空而来 是其道路 要是佛 也是在帮助 阿弥陀佛 弘法 甚至 阿弥陀经中 释迦牟尼佛 称赞六方诸佛 不可失忆功德 并鼓励大众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六方诸佛 也称赞释迦牟尼佛 不可失忆功德 由此可见 光光无碍 佛佛道同 阿弥陀佛 有释迦牟尼佛的悲愿 释迦牟尼佛 也有阿弥陀佛 救度世人的方便力 人 之所以会有 张三理事的不同 是因为众生有分别 在佛的世界 则没有分别 也就是说 可依个人意愿 性向根基不同 而入佛门 此极愣言经所说的 方便有多门 归缘无恶路 所以十方三世佛中 只要以虔诚不恶之心 理尽其中的任何一尊佛 都能够成就 我们的道业 这也是佛法殊胜的地方 换句话说 礼要师佛 一样可以往生西方净土 拜阿弥陀佛 也可以求得无量寿 我从小礼拜 观世音菩萨 对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感受最深 我常在面对 释迦牟尼佛 要师佛 不密陀佛时 心中礼拜 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深信 观世音菩萨 随类应化身的方便视线 更何况佛佛道同 光光无碍 世界上喜欢分人相我相 因此人我之间的鸿沟 难以填平 假如我们都能视人如己 立场加以调换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无我 无人 众生一体 世界上还会有斗争 暴乱的事情发生吗 佛殿里 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 但是你把他当成阿弥陀佛 佛与佛之间会计较吗 不会的 就好像灯光 一灯亮了 再有一灯 二灯 甚至三灯四灯 彼此光光相照 此极所谓的佛佛道同 光光无碍 佛性的偏几一切 空性的自在无碍 都是在说明 同体共生的道理 感谢收听 有声书箱单元 每周六 中午十二点 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聆听书中佛缘 听众可使用资讯栏中的优惠码 致佛观文化官网 www.fgp.com.my 购买实体书 独作一个人 独名一点礼 独物一些缘 独懂一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